后葬的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 苦寒 单调 自然界的色彩在这里与人们的生活一同化繁为简 雪顶 天空 大地 青棵田 或是冰塔林 简单而大面积的原色下 包藏的却是人们无比丰盛的内心 艺术在这里绽放得如火如荼 从心地流淌到指尖的丹青 描绘出了一个世界 一种生活 葬礼4月30日 是一年中重大的节日 后葬的百姓会在此时朝拜扎什伦布寺 扎什伦布寺位于日喀兹市区 是后葬的中心 它以山而建 是班禅的筑地 初夏时分 万物生长 寺里的僧人除了完成普通的佛式之外 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组织十人制作谭成沙画 谈臣 源自印度佛教的密宗 是藏传佛教密宗修行时供奉的对象之一 通俗地说就是佛的家 上午 僧人们齐聚扎斯大殿 画出一块区域 在座坛上画好垂直线 对角线 以及圆形等几何图形 以此作为构图定位基础 然后描轮廓线 再从中间逐渐向来绘制 老僧人按照传统挑选了十位训练有素的弟子 开始了围棋四天的创作 制作沙坛城的僧侣 都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每一个细节都需按部就班 不可自作主张 Rojo pi Воast 佛教认为沙是构成世界最基本的元素 因此坛城沙化选用特殊的细沙启程 白沙是将石头手工磨制出来的 其他颜色也都是从黄金 绿松石 玛瑙等贵重金属和矿石中得到 净染色成为沙坛城的基本素材 我们蒸汁料理工厅 我们的物料理工厅 我们策刷将其成为玛瑙将其成为电视空物 那明治的建认 我要用京王心安排 缘imin师啊 没有兴臣的 提供掩工厅 沙潭城共有白、黑、藍、红、黄、绿六色 除了白和黑之外 其他四种颜色又分为深、中、淡三个层次 经过四颜色的变化调配出14种新的颜色 蓝、黄、红、绿、白五种基本颜色 对应的即是五方佛及五制 对应的即是一种颜色的变化 最后的颜色就有一次 通过的颜色,但这一会儿 应该知道它是一种颜色的 但我们的颜色就有所谈的 是,在这一种颜色 因为我们的颜色就有的是 如果我们的颜色就有点柜色 这些人都会变成了 这些人都会变成了 画师们休息的时候 主持会派一位僧人看守沙滩城 以防被老鼠或行人毁坏 在阵兵做文章等 险棍 warnyer 要是不是 这里然是 把他们的宣传 发布社区 我们 centuries ago 有些人更有栦老鼠 做完孔 很老 坛城构图井然 方圆相间 几何结构精密 被称为曼陀罗 同时 它色彩绚烂 光滑夺目 具有艺术美丽 坛城沙画的佛理颇为甚奥 修行者用沙坛城 作为一个图解或蓝图 在灌顶或是日常修行时 借助沙坛城 观想自己的立体宫殿 藏传佛教认为 只要观想坛城 就能做到内心的平静 在这里 里面就在城里 未经常中 一年轻松 在平安 以后 在此 中文醋 制作 在表面 这个炫目缤纷多彩的世界缩影 供奉在庙宇大堂里 供来往的人观想 夏日将自成 今天是斩佛节 凌晨五点 人们把佛像扛到白居寺的后山上 广告 我们下期之后 我们下期之后 就能上 炫耀 炫耀 这次开局 香 天亮白居寺广场一场热闹 这是一年中最大的宗教活动 这是一个温暖喝的 很多都說這交絲。 政府是若究世人生其實與不一樣的苦 activity zor。 ref暇臭語的人生, 感覺也不大, 本來治癡發生了一個大的集中以來, 鑄是變得很多事 Another 所有人計算有的理性能就是 整改你那裡讓北海編造的 實際上, 挑一人, 我們的新公民新典educ。 剛ということで, 彼得大村的 August,- 除了有跳大神的佛教仪式 白居寺精彩的地方 在与三教合一的三个沙画坛城 也在此时完成共享 在沙画完成后一周 自愿将会把凝聚闺美的沙坛城华 瞬间扫灰 以这种方式来揭示世界 虚幻无常 时辰一到 三个坛城平列在白居寺的大堂 立宗修法圆满后 把坛城城的沙与沙浆 闭革把入水中 时机前后相差几分钟 扎实伦布斯的坛城 也在差不多的几天里完成相同的仪式 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如他们创作沙画师一样 就不能冲队 排居 在南国浅所上 辻脱衣 在南国浅所上 中途几天 包装 灯 自然 不乎 虚重 中途 在冲队 南国浅 你们后面 大食べ 尘归于尘 一切璀璨消失 仿佛没有绽放过 寺院的大堂又恢复原来的宁静 唐卡是刺绣或者绘制在布 绸纸上的彩色卷轴化 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科学的信息 蕴藏着藏传佛教深奥的哲理 是藏传佛教用来修学和体证佛法的一种图文解说教科书 也是引导修学者体证密宗研究教义的工具 西藏唐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吐蕃时期 唐卡种类很多 在后藏中心扎石伦布寺 堆秀唐卡最为出名 堆秀唐卡又称织锦唐卡 以断纹为精 鼠色之纹为尾 尖措提花而绣 再将绣好的图案贴到植物上 是一种手工剪贴和绘画结合的艺术品 为了增强艺术感 有的还在里面填充羊毛或棉花 扎西多吉 与儿子江白多吉 多为江姿的唐卡画师 两人绘制的齐武港八派唐卡 在西藏其他地方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近年来流行的免唐派唐卡 就是由齐武港八派的画风演变而来 父子俩几乎成了 齐武港八派唐卡谨剩的传人 齐武港八派的画风开始出现在公元13世纪 创始人齐武港八潜心研究西藏很多古寺庙的壁画 创造了齐武港八画派的画风 被视为西藏本地最为纯粹的画风 两位画师传承了原汁原味的齐武港八派画风 用微薄的收入在江姿城郊修建起一座寺庙 既是当作绘画的七夕之所 也方便百姓朝拜 寺庙的一砖一瓦都是由父子两人建造 27年里 他们不停地在寺庙的墙壁上作画 渐渐形成现在的格局 讽判过来以后,这都是否仇建起来 这是一个三年地做出来的 他们为什么使用ов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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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 兩者再三年地做说 如果一个章的另一个章之后 他们取得健康的酷则 他们将其中一所... 为了遵守戒律 以达到纯净的境界 江白多奇没有结婚 也无子嗣 受不到何时的弟子 让父子俩有点担忧 沿袭齐武港八派的画风 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现在的年轻人 多数浮躁 无法苦练 集中精力 齐武港八派唐卡的绘画记忆 也面临失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藏族人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几样东西 酥油茶 新歌酒 和藏坦 藏坦又称卡垫 在西藏 家家户户的藏式沙发上 都会铺上一套漂亮的卡垫 藏式沙发比较宽大 除了用来会客之外 也偶尔用来当床铺使用 离日喀则市不远的白朗县旺丹乡 曾是传统旺丹卡垫的发源地 旺丹卡垫已有五百年历史了 它正方形的造型和独特的花纹 一直沿袭了公园790年时的风格 到现在 旺丹卡垫除了继续生产 专供寺庙佛院的御用卡垫之外 也制作一些其他卡垫供牧民使用 但两者的颜色花纹会被严格区分开来 编拔炖珠是旺丹卡垫厂的厂长 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 掌握旺丹卡垫编织技术的人 一种叫壤的原料 使用于配置蓝色系 核桃外壳与一种植物的根部配置出绿色 而立种从山上采集而得的名叫醉的植物 人们把它和一种叫帮赞的植物混合调配 得到僧侣们最多使用的深红色 在刚才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 有点做的 对于云上的植物 大家就是以前的植物 既然有这个植物 在海中有粉丝的地方 这种植物鹰在做的 在房子上呢 还没说到 他们在要招待地的延迟外, 他们就在约翼里 falt到一家。 他们在游戏里面有好的方法, 就能在游戏里面吃一口。 也有视球预备。 不许可羽生的话, 就能在游戏里面吃一口, 让我们在游戏里面吃一口。 但是面在游戏里面, 我们会在游戏里面吃一口。 与白朗县的旺丹卡店不同 江兹生产的卡店多彩丰富 气势磅礴 这与江兹城独特的历史不无关系 早在17世纪 江兹种丝工艺就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英军进驻江兹后 又把江兹藏坛卡店带到了海外市场 工艺和艺术上不停地融合创新 如今江兹地毯和波斯地毯 土耳其地毯 并成为世界的三大地毯 如今的江兹卡店厂 出产西藏最精美的卡店藏汉 厂长编多也是江兹卡店技术的传承人 江兹地毯和波斯地毯 经历满地毯 他现在所说的那天 他这个地银河的地银河 他们所说几个地银河 脱了几下的米热米热 脱了几下的大楼 在河南大楼 在河南大楼 他一直在河南大楼 他在河南大楼 和波斯地毯 有一个大楼 我会想到 他现在说 这个地方是 在河南大楼 他现在是 海兹地毯 在河南大楼 在这一天 我给你把她搭拆了 我把她搭拆了 我把他们搭拆了 我去搭拆了 我把她搭拆了 我把她搭拆了 我只能搭拆了 我只能搭拆了 从选择羊毛到染色 编织 修剪 编多一直遵从最传统的卡电工艺 到悬石生合作品的约波 aust�� tekn工艺烯 竹炉的每头次都不是 正确有区别的 你说这个诸诸诸诸说 咱们怎么没得说 琴奥迈与袆 censorship 这一个诸� Hö的诸Moon 所以我们猜猜尸哥 Heb四天上云 陈夜습니까 迁官之辸 许分 毯时 姜子卡店名声在外 它磅礴大气 融合了厚葬的审美元素 和精巧的编织技艺 但是姜子卡店厂的产能非常有限 编多不愿看到延续了五百年的手艺 最终被淹没在工业时代 姜白多奇 未受不到愿意诚心学习 传承技艺的弟子而发愁 谈成沙画 被尊贵的颜料悉心描绘出完满 又被无声佛去 这样一年又一年 绚丽的色彩在纯洁的血液 坚韧地生长 璀璨了整个厚葬